曾经的我们华南地区的五库的Hopper Shen 自从牙居楼爆雷开始 已经是全部斩落马下这边来的了 我们身处的地方又是属于中山地区 中山地区牙居楼对中山的发展 从90年代开始已经是有重大的护行作用来的 可以说90年代初期 我们香港朋友上来中山买楼 几乎都是看着牙居楼的广告 包括到现在的截止为止 很多人对牙居楼的口碑都是非常之好的 这次Bosco以第三形青的角度 帮大家去分析一下和和大家去探讨一下 这次爆雷事件 究竟对文言企业接哈利的发展 究竟好还是不好 还有我们楼盘仲可不可以选择他的离和鼻 这次的视频就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接哈利我们可以剩片帮大家逐一去探讨一下 HELLO大家好我是Bosco 欢迎收看我们心动家的channel 这次我们坐在office里面和大家谈这个问题 其实现在的心情其实是非常沉重的 为什么呢 因为牙居楼确实对中山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众略的部署 从我们的三乡这么多的牙居楼盘 到现在现成的海恩生成 包括我们最后一些新的楼盘 其实都是和牙居楼有息息相关的作用来的 这次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我都是做了很多的功课 收集了很多的这个资料 其实我们从中去得知到的就是 它在明年2025年的3月份 它的外债已经达到90个亿那么多 现在按照牙居楼最新的股市的价钱 其实市值就是36个亿 再加上它还有这么多三四线城市的旅游项目 还有二三线城市的新汽楼盘 对于牙居楼来说 其实是真的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接下来我这个角度就是帮大家分析一下 接下来它有什么年所考验的 首先就是牙居楼的目前最瘦楼盘 首先就是我们从我们市区开始讲起 就是我们的城市门面 马安岛的湾仔1号 这个楼盘之前我们跟大家介绍过 确实价钱是马安岛的最便宜的 还有它这个质素其实讲实话 看回它的二地板航枸标也是非常不错的 包括它的规模也算非常长大 是马安岛的几乎有12个地 上一年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 都有跟大家说了 大家如果不担心牙居楼可能会出问题的情况之下 其实是可以选择的 因为之前我拍片 也好和我私底下沟通过的香港朋友 我也有说到那些雅居楼的情况已经是不上不浪的情况 可能随时都会崩盘的 所以说上一年的新豪影会的那个游乐场场地和雅居楼合伙的 已经是两个人都已经撤销到的合作了 所以你又要等新的一个集团入住才可以拿回这些游乐场的地方 所以那时候的讯号已经给我知道它的情况是不容乐观下的了 第二个就是我们海银新城 作为我们千禧年之后 中山市区这边的一个新的富人区 其实海银新城也都承载着很多人的童年 包括我们本地居民的一个向往的地方 但是海银新城现在就不买到最后一期的海银文顶这个项目 但是近期海银文顶它的销量其实是非常之不错的 因为我们所有买楼的钱是入到了我们的监管账户 至于它会不会收不到楼呢 其实我觉得情况就不会这么严重 最起码你的楼的装修和圆林可以做好给到给你们 还有现在国家的政策是一个保交楼的政策 然后还有一个我们中山市刚才先颁发出来的白名单的 这样一个中山政府补贴一些资金问题的发展商 去做一个资金的补充 让大家可以稳定收到楼 所以说接客来大家也都不用太担心的 只不过首批里面是没有出现了我们的海银文顶项目 证明资金是还乐观下的 然后就是我们的一个 三角镇在买的一个迪欣湖的生态大盘 这个就是白名单之中的其中一个楼款 所以说迪欣湖这个盘虽然我少介绍 但是我也是在关注的 这个盘是可以选择的 而且价钱也算还便宜 所以买了的大家的香港朋友就不需要太担心 包括海银都一样 大家也不用太担心的 反而是马银岛这边的其他未建的地块 会担心一些 但是现在现正建的一期和二期 其实我觉得情况不会太差的 因为我们去更新资讯的时候 会看到马银岛上面的片区的这个楼盘 封顶 还有我里面有人在喷 圆林也都在建设 内部装修也都在调材料 可能经过这一次事件之后 材料会缩水 我指的是里面用的材料可能会便宜一些 住起身 包括看起身 我们不会交标的事情那么美 但是它楼子 就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的 因为毕竟马银岛作为城市的名片 政府也都 push这个发展商 让它可以完整地 去交收给我们的这个消费者 然后就是三香再收的楼盘 其实三香的雅居乐 其实我早期一直没有跟大家推介过 是因为我知道它这么看的情况 是非常之不好的 近期回房了手楼部那边 其实已经看到 销售也好 Secure也好 其实已经是 很携着的状态 因为已经是没有钱去出人工的了 包括听说 万丈棍那一期 峰会下 还有没有设置 是已经存在 抵押状态 甚至乎是网签了 甚至乎是暂时还没网签的 这个楼盘可能后期大家 会积极地去 跟进自己的手足 和去查最新的情况 因为 三香的地势本身 偏低一些 内露的情况 平时的浸水情况 已经是非常夸张的了 所以说这一次 如果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后期的维护 Buffer现在还没收楼 Buffer收楼之后 这个是大家重点要考虑的因素 其余 比如说我们说到的 亚居乐升月 Buffer南投的 亚居乐业业台 其实都是燃楼状态 完全燃楼状态 甚至乎怨琳已经开放了 所以这个 我觉得情况 不算是很严重的 所以说这上面这些 就是目前 亚居乐在售的情况 首先 再总结一下就是 马云岛可以买 但是 因为本身马云岛建设 它的发展周期本身就长 所以这个 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 落差一定会大 第二个就是海洋文顶 它本身的收楼期 已经是比较久一点 今年年底 甚至是明年年中 所以这个 按着它今年的销量 包括它这么便宜的资金 融入到减管账户里面去 其实楼就一定收到 而之后就是迪欣湖的 这样的生态大盘 后期的维护肯定会出问题 但是就看回 科博商会给 哪个第三方的一个公司 去粗盘 让整个生态盘 会更加有朝气一点 最后一个就是 稍微向亚居乐这边的情况 就是可能会比较不容乐观一点 其余的状态 其实都算比较peace的状态 还有 第二个点跟大家讲到 就是如果我是早期买了 亚居乐这个产品 后期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其实我想前想后 最严重的问题 就是后期的物管维护问题 因为我们每个月都会交收 我们的物业管理费 那物业管理费它收回来 其实就是做回 楼盘的日常的维护 清洁 维修 包括我们日常的 这个社区活动 如果出现这个情况之后 资金对不上 其实大家都是打工人来的 做事的态度或者说 维修的这个力度肯定会减低很多的 清洁清扫 还有这个我们住的屋远时间长了 5年10年那些要维护那些 可能这方面的情况 可能就会差很多下的了 所以到时候如果是说 哪个小区真的出现这个情况 我呼吁大家就可以 与业主委员会的人 就可以共同发声 是要求 雅菊罗去跟护物业是没问题的 由第三方的物业公司 去入住到我们的楼盘这边来 但是这个周期就一定很长的 所以大家要看着整个 屋远村的情况 再去做回参照 这个是最后的后路来的 当然 我也希望 雅菊罗物业可以维持 它现在现有的制度 可以让大家住得非常开心 和放心一点 因为大家一起捱过这个最困难的时候 这个时候 也许是很多我们的香港朋友 觉得这个是一个抽底的好时期来的 其实亦都对亦都不对 有些人可能觉得 我是这个时候拼他 因为国家就一定是没有交楼的 这个政策谁都知道的 就好像早期的马安岛 我们的恒大越荣湾这个楼盘 我也都参与了其中 我也有业主朋友已经收了楼 园林的维护 带门口的安房 包括停车位的划分 包括清装收的标准 其实全部一剔都搞定了 但是依然会出现一些小小的问题 这个就是后期 承办方或者承建方 他去做的时候会出现的披露问题 大家亦都做了这个心理建设 所以说你要抽地买 你就要接受到 他后期会出现的问题 可能头三五年问题不算很大 但是后面要注意多问题 这个就要反思当初大家选择 这个抽地的时候的行为 但是有实力的观众朋友 或者有得选择观众朋友 建议不要以身事险 还有近期大促销 降得非常之厉害的楼盘 大家都可以拆两个眼睛 或者是问回商业组的经纪 查多些资料 再放上去入手 把这些好与不好的地方 我们全部都可以接受到之后 我们最终再做一个选择 其实总结回来 就是我们问营企业 从疫情开始到今时今日 都过得非常之不容易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一下 这个不单止是中国房地产的 这个走向不好 是全球经济大起身的影响 实体经营 包括我们的各行各业的财源 这个都是各个省份 各个国家 它都要面临一个很残酷的问题 所以说高降降 玩得多就像恒帝类似爆雷的问题 其实都一样的 因为早年间 我们的监管力度是不足的 但自从监管捉了之后 你发觉到有很多楼款 它真的没办法接受到 其实也帮大家排在类的 现在目前的国企央企 依然值得选择 其实我自己也是 我疫情当时买楼 其实我都选择了很久 其实我最终选央企 就是看中了它的背景失利 因为我相信 国家不倒下 央企就不会倒下 因为这个是息息相关的 民营企业固然价钱会便宜一些 但是它会出现的风波就会很大 所以一分价钱一分货 至于怎么选择呢 就要选择权利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所以我依然是觉得 我这几年拍摄的楼盘 依然是介绍一些现楼为主 包括一些央企背景的 或者国企背景的 这三个一定是我帮颈头面前 各位朋友去选择的一个重要目标来的 因为我不希望就是买一层楼回来 因为大家的钱都未带风挂利 可能第一次选择楼的机会只有一次 希望我可以帮大家选择好一些的楼盘 希望大家的钱就像带风那样挂走 所以我依然是坚持这个观念 全球经济未好之前 房地产的市场未有一个 春暖花开的一个阶段之前 我依然是坚信 国企与兄企 地道的信心会好很多 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戴着个有色眼镜 好好地看清楚 还有找一些良心的经济也很重要 因为我们一直都在呼吁大家 买楼一定要买得安全、安心 也是我们公司的slogan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去选择更多 现楼阶段的楼盘 甚至国企、央企背景 可能它需要发展周期 但也好过一层楼收不回来 要多看我们类似的资讯片 可以让大家可以更多的讯号 可以接收回来 所以才可以让大家选择更多的楼盘 让大家放心一点 当然 湾区依然是大家口花圆的第一选择 中山马上迎来了我们心中通道的通桥期 所以这条片就希望可以警示大家 警告大家 以及也都可以帮助大家 去区别好这些楼盘的选择 以及希望大家可以戴着更加好的眼镜 或者找回我们良心的经济 去帮大家区别好更多楼盘的选择 所以最后希望这条片有帮到大家 希望大家点个赞给我 喜欢我的视频和分享出去 我是Bosco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给like和share出去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详细的楼盘资料 欢迎通过以下方式联络我们 的方式联络我们下期待